她说我是马骑马小姐的狗 她是坏女人但是真的好霸道啊 真是太有威力啦 各位知道这个表情我看到多少遍 马骑马是什么味道 这个肯定只有电视才清楚 但是她的身材数据 不能让观众老爷们全都知道 首先还得找个参考戏 官方没有主角团的明确身高 网上的却有1.90米 马骑马1.73米也只是早期设定 于是我试图在动画画面中寻找答案 电视手拿依拉罐喝饮料的画面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拉罐还得是你啊 当年小青也是通过一拉罐找到参考戏 画面中宽高比约为0.53 按照当地的一拉罐规格尺寸标准 最接近350毫升的一拉罐比例 所以电视的头高25.18米 这个头高不含这两处呆毛 顺便算出电视镜身高1.83米 小蓝也一样 那么邱不含这个啾啾的精身高就是1.91米 她太帅了 看动画我就感觉邱是又高又帅 没想到真能干到1米9啊 她把头高23.37米 按比例补齐画面车的精身高174.35米 要是算上可以变大了脚就更高了 马其马头高23.91米 身高174.78米 比帕瓦略高一点点 没想到用一拉罐的就算结果 和早期的人物设定十分接近 太巧了 他们说了是早期设定后面感动较大 可能身高就沿用下来了吧 电视听到马其马发认识 我接到了马其马的这面画面 由于制服比较宽松 无法直接计算 需要沿着衣服纹里走势模拟实际驱干的位置 僵硬的侧面也需要沿着身体轮廓描线 顺出正面上胸宽26.51厘米 正面下胸宽21.22厘米 正面腰围宽20.10厘米 继续顺出侧面全部数据 建立我原创的腐蚀横切面模型 虽然一直被全我模仿没有标出处 但这确实是我的原创模型 和钢手 雏铁 白老板 零点将军一样 这次框架变成了椭圆的模型 标注出所有数据 可以顺出上胸围89.72厘米 下胸围73.07厘米 国际尺码75D 英式尺码34D 传统艺能当然包含腰围和臀围的测量 建立我原创的腰围和臀围模型 可顺出腰围580.96厘米 臀围91.37厘米 所以从数据上看是臀围大于胸围 大于下胸围大于腰围 这很合理吧 它太动电池了 仿佛所有人都是长中的玩物 哼 放开观众老爷们 就来支配我吧 我要做马骑马小姐的狗 啊说到电剧人 就不得不提到魔人帕瓦了 将卫生间里的这个连续画面进行并接 沿头发走势补齐线条 通过头高计算帕瓦的正面数据 唱片按同样的方法模拟去看走势并计算 上胸围88.74厘米 下胸围74.92厘米 国际尺码75C 英式尺码34C 不过这个是用了电子的结果 实际上的胸围还要更小一些 腰围61.77厘米 同围91.27厘米 我爸马骑马帕瓦的全部数据做了一张全图 感兴趣的话可以暂停结个涂鸦 今天我们接收了电子人主角四人的身高 胖马骑马帕瓦的身材数据 还有人问电子人的转术有多快 离谱啊 这么离谱的视频我 我当然在准备啊 我是专人中下三 电子人下期视频见